在场上最不可思议的十个现实报 前一秒还在挑衅对手 下一秒就变成了倒数第一 从过早庆祝的失败 到小动作被抓包 在全世界丢脸 事实证明 比赛时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能放松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 就和大家一起去了解下 那些比赛时得意忘形 结果下场超惨的运动员 点击订阅 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自信的挑衅 赛场上挑衅对手 有时是种战术手段 但有时却会让自己丧失领先优势 甚至连到手的奖杯都要拱手让人 在2016年比利时公路自行车越野锦标赛中 就发生了让人不解的一幕 原本处在领先位置的捷克车手阿达玛 在距离终点不远处 在反复确认了自己的领先优势后 居然开始提前庆祝自己的胜利 放缓车速挥避欢呼 并且用手势不断挑衅着对手 似乎在说 你们再怎么样都赶不上我的 看着观众们各种欢呼尖叫 他更是觉得冠军在手了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观众并不是在庆祝他的胜利 而是在提醒他 兄弟 你还有一圈没跑呢 反应过来的阿达玛顿时笑不出来了 后面的车手趁机将其超越 泄了气的阿达玛 怎么敢都跟不上 最终与冠军失之交臂 如果忘记了圈数 还情有可原的话 那作弊迎来的冠军 可真是太让人气愤了 还好他们也没能高兴多久 第九名 作弊的下场 本来已经夺冠 却被裁判取消了比赛成绩 金牌也被剥夺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2018至2019赛季 短道速滑世界杯 都灵战女子3000公尺接力的决赛中 韩国队对这枚金牌 可谓是势在必得 比赛开始后 韩国队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一路领先 不给其他选手 任何超越自己的机会 但当比赛还剩下12圈时 俄罗斯选手却突然加速 来到了第二的位置 并在比赛还剩下4圈时 开始提速冲刺 给韩国队造成了巨大压力 不甘心措施冠军的韩国队 开始不讲武德 在一个弯道处 韩国选手金智友 推了俄罗斯选手一把 导致其失去控制 摔出了赛道 而且在最后冲线时 更是伸手阻挡了荷兰选手 最终第一个冲过终点 比赛结束后 韩国队全体成员手舞足蹈 笑得非常开心 仿佛刚刚的小手段 与他们无关 就等着裁判公布 冠军得主是自己了 但是正义并不会迟到 韩国队以为可以蒙混过关 殊不知这一幕 都被高速摄像机拍得一清二楚 经过裁判反复确认后 韩国队被当场判定成绩无效 成为了当时比赛最打脸的笑话 而更意想不到的 还是下面这场比赛 第八名 0.01秒的差距 这戏剧性的一幕 发生在2023年杭州亚运会 男子速度轮滑 3000公尺接力赛决赛的 最后时刻 台湾队黄玉林和南韩队郑哲元 担任最后一把 原本南韩队领先一些 郑哲元以为胜券在握 于是在冲线的关键时刻 提前振笔庆祝 而这个动作降低了他的冲刺速度 此时身后的黄玉林努力到最后一刻也没放弃 压低身体 伸长腿 脉力压陷冲过 最终因为关键的压陷动作 台湾队以0.01秒之差逆转摘进 成绩宣布之前 韩国队一度以为自己获得了金牌 队员们振臂庆祝 然而 当官方成绩发布后 他们的欢呼声戛然而止 满脸的不可置信 而更让韩国选手痛苦的是 错失冠军还意味着 他们将不能有机会免去服兵役 因此 也有摄像头拍摄到郑哲元的队员们 看着他都是一脸黑色 新闻一出 郑哲元更是被韩国网友们骂上了热搜 最终只能灰溜溜的下台 果然只有抱着不放弃的心态 才能夺下金牌 可下面这位没有放弃 还特别努力 却也闹出了笑话 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七名 突然的冲刺 可能很多人都有过疑虑 长跑选手如果忘了圈数怎么办 其实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他们训练了无数次 根据自己的体力就可以判断出自己跑了几圈 但凡事总有例外 在一次5000米比赛中 哈格斯及布里维特一路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按照正常的速度以及节奏 他可以将这种优势保持到终点 获得冠军一如反掌 但是在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圈时 哈格斯及布里维特不知怎么回事出现了错觉 以为自己即将完成比赛 于是开始全力冲刺 并且以高举双手的方式来迎接自己的冠军头衔 但是裁判和对手们的头脑可是清醒的 他们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完成比赛 当哈格斯及布里维特意识到自己的低级失误后 便开始重新加速追赶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是无济于事了 最后他只获得了第十名的成绩 要知道哈格斯及布里维特 曾经拿过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的冠军 也拿到过2013年的莫斯科世锦赛的银牌 以及2016年里育奥运会的第三名 世界越野锦标赛冠军 经验异常丰富 按理说不应该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 只能说不能高兴得太早啊 第六名 意想不到的一球 一般来说 在网球比赛中 很少有运动员会提前庆祝 因为即使看似无懈可击的完美击球 在实力强劲的球员面前 都可能用匪夷所思的方式化解 在2019华盛顿特区的网球锦标赛中 弗兰西斯蒂亚菲就因为太过自信 而输掉了整场比赛 当时的弗兰西斯蒂亚菲在往前接击后打出了一个短距离快球 按照正常的逻辑 对手是不可能接到这个球的 于是弗兰西斯蒂亚菲转身走到场边 拿起毛巾擦起了汗 可万万没想到 对手丹尼尔梅德维杰夫是个切而不舍的运动员 他利用自己敏捷的脚步 在网球落地前显而又显地追上了球 并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将球反击了对面 而此时对面的场地上却空无一人 可能是受到了这个球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弗兰西斯蒂亚菲状态全无 接连失利连输两局 最终无奈将胜利拱手送人 所以说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看自己的对手 第五名 终点在哪里 在正式比赛中 有运动员会把终点的位置搞错吗 答案是有的 在一场骑术比赛中 参赛的爱尔兰棋手Roger 被认为是热门的夺冠选手 比赛开始后 他也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一路都处在领先位置 而当他骑着马 越过最后一个障碍后 依然处于领先 接下来只需要全力冲刺 就能到达终点 但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跑着跑着 他突然间从马背上站了起来 并减慢了速度 所有人都被搞糊涂了 原来 他不小心把栏杆上的黑色棍状物 当成了终点的标志 前面的算错圈数 还可以说是跑懵了 至少冲的线还是对的 可这位兄弟以为自己冲线成功 便站起来庆祝自己的胜利 由于他的领先优势不算很大 所以在他减速之后 只能眼睁睁看着 原本在他后面的两位选手超越了自己 最后只得到了第三名和尴尬的离场 第四名 就差一步 所谓的铁人三项 是将游泳 自行车和跑步 这三项运动结合起来 是一项极考验运动员体力和意志的运动项目 从他用铁人来冠名 就可见其困难程度 可假如你在12个小时的比赛中 好不容易跑到终点 面对近在咫尺的终点线 却怎么也碰不到 那该有多难过呢 在普莱西德湖举办的铁人三项比赛中 一位参赛者在完成了3.8公里游泳 180公里环岛骑自行车 和最后的42.195公里的马拉松后 艰难到达了终点 明明终点线就在眼前 结果因为太兴奋 当场蹦了起来 结果没想到劳累过度的小腿抽了筋 让他倒地无法动弹 让全场哗然 那仅有几步之遥的终点线 变得遥不可及 最后只能靠着别人的搀扶越过终点 触手可及的冠军 只能送给了对手 非常遗憾 由于他的遭遇太过传奇 也太过悲惨 于是有网友将他的动作 做成了名为过程中的遗憾的动图 被大家所熟知 第三名 超兴奋的捉球手 获得胜利后 兴奋是每个人的正常反应 就算有人激动到撕破球衣 登上球台 也会被大家原谅 但有人却因为这样做 而痛失冠军 你见过吗 在一场捉球比赛中 双方选手实力相当 场面异常较着 两人站至最后时刻 当蓝衣选手发出最后一个球后 对手没有接到 裁判此时 也宣布蓝衣得分 赢下了比赛 这时 蓝衣选手已经进入了 癫狂的庆祝状态 他跳上球台 怒撕球衣 疯狂地咆哮呐喊 而此事意外发生了 裁判又举手示意 这一球是对方得分 在裁判的提醒下 蓝衣选手突然傻眼了 他开始和裁判争论起来 并在场上不断地走来走去 可能是 鉴于他的喋喋不休 裁判直接套出了红牌 罚了他一分 面对这样的结果 蓝衣选手 更是一脚把撕破的球衣踢飞 而这也为他赢得了第二张红牌 结果比赛 就在这么戏剧性的剧情中 突然结束 赢得比赛 庆祝自然无可厚非 但是在 还有争议的情况下 就开始冲动夸张的庆祝 确实不妥 比赛还没有正式结束 你说你着什么急呢 第二名 庆祝鸡掌的代价 在比赛中 当具有较大领先优势时 很多运动员会选择提前庆祝 但是当领先优势没有那么明显时 提前庆祝可能是比赛失利的伏笔 在巴西的铁人三项赛第一战上 一位参赛运动员就因为提前庆祝而失去了冠军 比赛当天 这位运动员在即将率先冲线时 也许是觉得自己领先优势比较大 便在冲线前放慢了脚步 握紧拳头 奋力挥动 不光在观众面前展示了自己的庆祝动作 还和观众机长玩起了互动 而就在此刻 他身后不远的对手抓住了机会 在终点前追了上来 意识到大事不妙后 这位运动员本能地用手阻挡 想要超越自己的选手 艰难地越过终点线 之后两人看似友好的抱在了一起 但是此时的友好 并不能消除他犯规的事情 赛后 评判组认定 这位运动员犯规在先 取消了他的冠军资格 还因为过程中阻碍对手 在体育圈内人品扫地 而这就是嘚瑟的代价 而下面这个人的下场更糟糕 不仅失去了赢的机会 让全队跟着一起蒙羞 甚至成了自己一生抹不去的污点 被大家反复拿出来说教 第一名 守住又没守住的球 守门员在关键时刻 扑出点球 往往能点燃球场气氛 让球迷们陷入疯狂庆祝 但如果守门员 自己也陷入庆祝中 无法自拔 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摩洛哥门将哈利德的职业生涯中 就遭遇过这样尴尬的时刻 2010年9月10日 在一场摩洛哥的足球赛 在最后的点球大战中 作为守门员的哈利德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而他也不负众望 在对手射出点球后 瞬间判断对了方向 用舒展的身体挡住了足球 成功拿下比赛的他 转身忘情地垂胸庆祝 走向观众席想分享自己的厉害 可现场的球迷们却不像他这么兴奋 反而惊呼出声 哈利德疑惑地转头一看 自己刚挡住的球居然在球门里 这是怎么回事 相信荧幕前的你也跟着很疑惑吧 回放画面才发现 哈利德确实是扑球成功了 但是当他站起来庆祝的时候 地上的球 不知道是不是看不惯他洋洋得意的样子 竟缓缓滚进了球门 所以此次进球有效 对手球队就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更甚的是 在两个星期后的一场比赛中 哈利德看到队友将球带到进去边缘 本该守门的他离开球门 想要将球踢回给队友 谁知对方球员见缝插针 一个猛踢 将球直接射进了空门 虽然这次失误没有被队友责怪 但丢脸丢大的哈利德 还是当场下了比赛 而他也因为乐极生悲的点球和失误 在YouTube一夜爆红 被球迷们戏称为最不幸的门将 看完以上的视频 哪个画面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按赞好奇指南针 下期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 谢谢大家 hail